聽老師口令配合打鼓節奏 小朋友開心學跳舞 結果下課後同學竟然確診了 跑跑跳跳口罩偶爾沒戴好 加上近距離接觸家長很擔心 確診事件發生在上個月23號 台北市教育局立即進行造冊 提醒家長陪同居隔也不能外出工作 整個五道班大約有十名學生 很多爸爸媽媽請假陪孩子在家 隔離將近了一週 結果衛生局卻說 你們不算密切接觸者 導致大家領不到居隔單 待在家整整七天沒上班沒收入 明明是收到了通知 結果又說根本不用隔離 讓家長們非常傻眼 兩套標準才讓烏龍事件平傳 衛生局說已經跟教育局達成共識 過往個案會回溯補發 兩人會這麼氣就是因為這件事 確診交召員向立委投訴說自己確診後 軍方把他送到醫院就走了 PCR完得自己想辦法去隔離 質疑這SOP有問題 還有點下雨然後我還發燒 帶著我還蠻多的一個禮拜的行李 騎共享機車到我居隔的地點 但他知道自己還算幸運 有被送醫因為有其他確診的 直接被丟在營區門口 最後是聯絡上當地衛生局 才找到防疫車輛來接走他 眼看五月確診數不斷飆升 叫招停不停 部長這麼說 防疫是從作戰 作戰會有傷損 我們有其他方法來彌補 兵員的補充 或任務的一個調整 這個都可以調整 但不會停 部長認為敵軍不會因為你確診就修兵 至於現役軍人 累計約有一千多人確診 只是有多少人在叫招時確診 國防部不願透露 但退伍被叫招 工作受影響就算了 確診還直接被趕走 心裡難免不平衡 因為他說 他在上班的時候 這些事情就已經做不完了 他如果在休假 不做的話 那大家就更做不完 他雖然確診 但他繼續做這些工作 讓我非常的感動 講到一半突然哽咽 因為衛生所人員確診 怕同事忙不過來 還是繼續工作 台中衛生局電話 已經增加到140條線 還是被打爆 衛生局長只能說聲抱歉 希望外界體諒 不只台中 新竹縣衛生局的疫調人員 忙著加班疫調 就怕回家太晚會吵醒小孩 加上隨時可能要上工 乾脆開車回家不進家門 直接睡在車上 回去我會干擾到小朋友 就想說就在車上睡 睡飽之後 就是白天起來再去幫小朋友 準備早餐 然後準備早餐 再帶小朋友去上課這樣子 新竹縣長宣布 再招募40名疫調人員 希望能減輕人員負擔 而桃園1999花屋人員 也是每天電話接不完 網路 您是在哪一個網路 是衛生局的官網 自從疫情升溫 1922衛生局電話 長長盲線中 很多民眾改打1999市民專線 桃園一共26人 分為三個班接聽電話 早班8到10人 小夜班4到6人 大夜班2人 但人力根本不夠用 統計漏接4000通 每個人幾乎天天都要加班一小時 現在為了舒緩1922諮詢專線 政府有意出動國軍 成立1922國家隊 政府有預備金 政府有防疫預算 尤其在現階段 有很多人失業 難道不可以花錢去請人嗎 為什麼一定是要用我們軍人 徵求大學學歷 有電腦專長 耐罵不毀損EQ高的國軍 支援兩個月 而台北申請100名 新北30名人員支援 到現在都還沒到位 只希望盡快補足人力缺口 TVN新聞綜合報導 現明天8點以前完成 是 第三道 邊換口罩邊下軍令狀 台北市長柯文哲視察北市科車來速 再擴充裁減量能 你在設一個點來不及了 我在去設一個點 還要兩三天了 我這明天早上就可以馬上容量先增加 增加50%嘛對不對 然後如果還有需要 我後天再延長工作時間 我可以從早上 八點到晚上 二十四點嘛 因為相較前一天湧入大量沒預約的民眾 裁檢大塞車 五號起多有預約 柯文哲決定增開第三線 供行人或騎單車跟機車者 並呼籲悠遊卡儲值滿300元 好方便付款領藥 但上午才在議會說 再過三天我們會進入黑暗時期 再下去就是變那個 我現在那個防疫急門診 就轉成上呼吸道的症狀的急門診 就是說你連快賽也不用做 才过三个小时说法又保留 11号全台可能破10万人确诊 北市大众运输人流已经下降十几% 是否呼吁市民降低活动取代软性封城 群聚餐饮这个可能要先暂停一下 不过我们也是道德呼吁 柯文哲向市民喊话 但议员也想建议给居隔者的关怀包 应该给比泡面跟零食更重要的药品 有一些基本的比如说像泡纳腾 或者我甚至希望是说有清怪 疫情衍生各种问题 面对即将迎来的大海啸 柯文哲只能加强应变 TVBS新闻洪福华丽萍台北报道 你没有公布这个热点 5月5号高雄防疫记者会 罕见没再公布确诊足迹 因为染疫人数首度单日破迁 感染人坦白讲要早是越来越困难 未来不是不公布 有特定群聚或高风险的地方 还是会说明会做这个决定 难道跟凤溪黄昏市场的足迹 也有关吗 被公布确诊的是肉摊人员 足迹地点却是在福士店 高雄市府5月4号公布的确诊足迹 其中一个点就在凤山凤溪市场 这个地方五泉南路149向1号 但这个地址并没有卖猪肉 反倒转角的黑猪肉摊生意受到波及 市场范围非常的大 从过去以来我们公布市场 都是一项是以Google Map的代表地址 都会标示地址 至于有外线市旅游史的确诊者 也只公布总人数 不见以往这种有直线箭头 从中北部花东拉到高雄的分布图 其实这几天南北网友网路论战 有人酸这样游览车好安排路线 有人炮轰难道都是外线市的病毒进攻 高雄害的吗 我们的个案到别的地方去 有可能也会造成相关的一些影响 所以这是一个警示作用 网友也好奇为何高雄公布的案例 常跟中央给的有出入 市府举新北通报单为例 有确诊者户籍地在高雄 工作居住常年都在新北 经过连结厘清又转嫌为 北部个案 因为他是确诊个案 因为他现在感染当中 因为他现在居隔在自己的家里面 如果当地的县市政府 没有掌握到这样的资讯 可能发生危险 都没有人去处理呢 南部防疫做法也做滚动式调整 减少基层人员的负担 也避免被拿来过度讨论 TVBS新闻 赵丽 李战胜 黄小琪 高雄报道 自己快筛 拿起裁剪棒 仰头插进鼻孔里 突然一滴男儿泪 从眼角滑落 在右脸颊上留下了一条泪痕 新冠本土确诊人数暴增 甚至苗栗分局正负分局长 双双染疫 县警局总共10名远警确诊 警局长争取采购快筛试剂 提供远警自主性泪谱筛 那目前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仁 已经实施检测 另外为了能够使同仁 在没有后顾之忧的 执行治安 交通 还有未免服务的这项工作 我们宽定各项的使用原则 那同仁如果有需要 我们一定会给同仁快筛试剂 让同仁能够安心的执行各项群业务 苗栗县警局强调 类普筛结果不会公开 而目前存货的快筛试剂 除了之前 此季基金会捐助的1500计 以及陷阱局自购的1200计之外 还会再增购12000计的快筛 提供辖区远警使用 往南走彰化县警局 河美派出所在有三名远警确诊 全县累计已经有九名警员染疫 那这三位同仁 分流办公 他们是属于同一组 比较属于密切 在共同服务的部分 确诊远警隶属的河美派出所 在之前已经采分组勤务 三个人都是同一组 而其他远警PCR裁剪 阴性能正常出勤 但不止派出所办公室要消毒 还有警车也不能忽略 就怕环境污染 更要仔细清洁消毒 避免职场群聚扩大 TVBS新闻 歇口金 陈志忠 吕正成 红彩伦 苗栗张话 采访报道 那让我们觉得中间的问题 大概会让我们觉得 中间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鬼吗 谢谢 那不是鬼更大 威福部长陈时中 大动干火 态度还有些强硬 正是因为遭到蓝营指控 快筛进口商 高灯环球 前身是资本额 仅200万的小吃店 质疑是否黑箱 双方火气都很大 陈时中也强调 高灯环球都符合条件 但另一方面 面对国民党质疑 高灯环球公司 前一天深夜发出声明说 这次采购 是和韩国原厂彻夜沟通 才得到答应 但细节还没敲定 就被质疑 为了烧米 暴力疑虑 决定不参与投标 但外界持续关心 这回投标争议 就是因为这回 没有限制交多少货 公司规模大或小 对履约能力没影响 毕竟快筛季真的很缺 陈时中说 这回厂商有三条件 包含是药署 已经核准专案输入许可 快筛效期半年以上 以及5月31前要履约 今年的5月10日前 逾期未到货数量 一每余一日 按未完成到货部分 总价千分之一计法 5月15号以前 逾期未到货数量 每余一日 未完成的到货部分 总价已经千分之三 强调用后市管制 确保厂商能交货 不画格子 不用规格绑标 但本来规划在6月底前 有9300万计 现在少了1700万缺口 陈时中虽说 不会马上有问题 但眼下当然是越多越好 TVB的新闻组合报道 直接开呛 对象就是高登环球 不只先有蓝营立委 开记者会质疑 现在还有个口罩商 再爆料 高登早上他做 日本吉普利的授权口罩 但没想到疑似是 一场诈欺 李先生惊讶又生气 毕竟当时高登 还拿出日本授权书 他信以为真 投入资金300多万 加上千万制作成本 最后口罩没卖成 让李先生提告 刘伟泽涉嫌诈欺 台北地检署 已列重大黑金案 受理分案 只是高登这次 在快筛世纪案 所说的合作金主 出来帮忙讲话 合作商也挂保证 近年合作的三个案子 都没问题 包括口罩和快筛世纪 这么巧都跟防疫有关 但同时长虹国际 也被网友起底 公司曾爆发掏空案后 改名才由林俊辉上任 但董监事底下 还各挂了不少公司 质疑不单纯 在六年赔了十四亿五千多万 那为什么会赔 那是前朝的事 而针对林俊辉 网友也说 他主动跟某平面媒体 喊冤 怀疑他跟蓝英的关系 不过林俊辉强调 他只是在该媒体任职过 另外民进党也发声明说 蓝英抹黑由新北市 核准的厂商前身是小吃店 请问是否也要质疑侯友宜 把这球丢到新北市身上 如果他要代理进口快筛世纪 在台湾贩售的话 这个就必须要由中央来核准 这个部分地方跟中央的权责 是非常清楚的 一桩快筛采购 蓝绿布置护抹泥巴 更延伸不少案外案 TV别新闻 辽广宾李一婷 台北新北采报报道 疫情在最近几个月来持续升温 而且可能还不是高峰 面对这样的情况 有民众就把矛头指向了指挥官 陈时中 打开危机百科 陈时中的检介栏 被写上这波疫情 在八月底结束 指挥官被追究责任 因为他不但没有加强疫情管控 还恶意放宽相关措施 被一毒职罪起诉 明显遭人恶搞 应该是套一句这种 大家讲要保留法律追溯权子 但我到现在没有心情做这个事情 每天几万例确诊数 陈时中说真的没空理会 已经忙得焦头烂额 还得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抨击 从部长的衍生和余气 就能知道有多疲惫 面对抨击也很难 不动怒 停顿了八秒才做出回应 语气明显不太高兴 隔天又被问到快筛的问题 这回 叹了一口气 无奈做出回应 陈时中担任卫福部长第三年就碰上疫情 曾为了台商包机24小时没合眼 台湾更一度被誉为防疫模范生 但今年逐步开放相关的措施却被指示恶意放宽 民众这样说 指挥中心不放行也不行啊 边界不能一直说起来啊 疫情要流感化 对 因为现在美国他们也是 就是一天也是有上万人确诊 但是他们已经恢复正常的生活 疫情在全球延少两年 阿中部长一路从口罩隔离天数到快筛数量 相关政策处理不完 800多个日子还得天天开记者会 确诊数防疫政策通通印在板子上 翻牌动作做了千百回 疫情何时也能翻转